Hello 大家好 我是Ruby 有一段时间就是没有拍影片了 然后今天就刚好是假期 那我就觉得就是想要做一些拍一些影片吧 然后呢就是很开心我的这个我的YouTube Channel 终于达到了有1000的订阅 就其实蛮值得开心 因为我其实就做这个 经营这个频道就是蛮长一段时间 只是就是一直就是很忙嘛 然后就没有什么时间去拍影片 然后去上传这样子 所以就是终于有1000的这个订阅者 然后我觉得很开心你们就是支持我 我会继续努力的 那今天呢我就是特别想要拍一个 关于上海旅游的一个主题这样子 因为呢就是我会收到很多的来自Facebook 或者YouTube的留言和大家都会发讯息给我 就是问一些关于上海旅游的一些资讯 所以我觉得呢我就不如就拍一个 抓索的一个影片就是去介绍 关于上海的这个旅游的一些资料 分享给大家这样子 那其实我的Vlog里面其实就有 cover蛮多的一些内容 不过我觉得可能我就没有很直接的 可能说的很清楚吧 那我就觉得就透过这个影片 希望可以给到大家一些资讯 第一个问题呢我就是可能最多人 询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现金 是不是到底就是现金在上海使用 会有遇到问题吗 那关于这个问题呢 其实我之前自己前往去上海之前呢 我也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疑虑吧 就是会觉得担心大家都在用支付宝 或者一些e-wallet这样子 所以我就觉得那会不会现金真的 会不能使用或者没那么方便呢 后来呢我就是自己亲身去了一趟之后 就第一天我都没有遇到任何 就是使用现金的一些问题 所以之后我整个旅程回来之后 我可以告诉大家就是说是没有问题的 绝对是没有遇到任何的情况 但当然我也是在网上有看到有些人说 就是可能一些店家他们会拒绝收现金 他们会比较倾向于使用好像支付宝 或微信这一种的付款方式 但是我觉得我自己本身是没有遇到啦 我相信也不需要太担心 那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询问关于Visa Mastercard 这些海外的信用卡 在中国使用会不会有问题 那我这边的经验就是 Mr.Ong那时候都有在一间就是 运动品牌店刷过卡 那是没有遇到什么问题啦 大家也会想要知道的一个问题 就是关于中国签证要怎么去办 我这边就是可能就是建议就是找一些本地的一些旅游旅行社 然后就可以更比较简单的去帮你去做 然后当然中间会有一些稍微有一些收费这样子 我这边因为我的朋友她姐姐就是在这个旅行社上班 所以就变成我就相对比较容易 因为我就会只需要把我的护照 还有我的住宿的资料 机票的一些资料就是交给我的朋友 然后就帮忙沟通 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就是可能网上找一些旅行社 然后就可能就直接跟他们沟通看 怎样很方便的就是你可以把你的资料交给他们 然后他们办完之后 你只需要就是交一个可能delivery fees之类的 那他们就是可以把你的护照 然后就还回来给你就相对比较简单 那当然其实你也可以自行的去办理这个中国签证的 然后我就是在我的粉丝页下面 我就看到有一位网友他就分享了他的一个过程 怎么去申请这个中国签证 你就是可能需要跑去就是那个中国签证申请中心 这样子的一个地方 然后你只需要把你的资料带齐 然后可能网上的时候你就先填妥一个就是他的那个申请表格之类的 然后你就把你的一些资料你的护照那些带过去 然后就可以办理 那我觉得可能整个流程呢我就会分享在我的影片底下 那你们就可以去参考一下 因为毕竟不是我自己亲身体验的 所以我也没有什么tips可以分享 那我们接下来呢就可能聊一聊关于就是住宿的 我自己呢就是可能在住宿的选择就是一般旅游我都会选择住在就是可能比较人潮多的地方 或者是就是交通一定要很方便的 所以我这次呢就住在那个叫做南京路 就是大概是人民广场那一带的一个地方就是可能他跟人民广场地铁就是只有一站之差的那个地铁站就是好像叫做新闸路 然后我的酒店呢就是新闸路走大概三分钟左右就能到达的一个酒店 那我住的这家酒店就是叫做上海广场家庭酒店 然后整体来说我觉得这个酒店也是蛮不错 关于上海的交通呢 我基本上觉得呢就是如果你只是去一些景点的话 基本上你大地铁和那个巴士就能到达所有的地方 我觉得就蛮方便的啦 然后我自己呢就是有去地铁站我就买了一张这个上海交通卡 真的吗 我就是有买了这张卡呢就是我只需要充值在里面 然后就可以去搭任何的地铁啊巴士都能用的 好像我去租加甲的时候我也是搭巴士过去的 也是用这张卡然后就蛮方便的 那这张交通卡呢它的价格就是你申请的时候是30块人民币 然后他就是20块的抵押金所以里面只有10块 然后你自己就要充值啊 过后我觉得就蛮好用的吧 那交通分呢其实我觉得如果你是在浦东机场 就是可能landing的话 我就觉得你可能可以选择 承搭一种叫做磁缝列车 就是可能是中国的一种应该是蛮新的一种科技 就是它就是缝磁 然后它的测速是非常快就是可能达到400公里以上的每个小时 所以我就觉得可能你可以乘搭 不过还是要看你的住宿的地点是在哪里 好像我住在南京路附近的话 其实离开这个否则列车的最终站那个好像叫做龙羊站的这个站呢 其实蛮远的 所以我就觉得就乘搭还要换地铁各种的我就觉得挺麻烦的 我就不建议就是可能去搭这个否则列车 私否列车 那我自己呢就是其实就是选择比较容易的方法就是包车 然后因为那时候我到达机场的时候就已经是可能凌晨 我忘了可能凌晨就十一二点或一点这样子的时间 所以我那时候就联系了一个就是可能包车的 然后他就会在那边借我们 然后就直接送到送我们到酒店 然后价格的部分是比较贵 就好像是大概马币两百块 就可能人民币可能两百三百多 所以就可能相对比较贵 但是就可能快速便捷 然后就很方便嘛 另外呢就是在酒店去机场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原来我们的酒店外就是有一个叫做EagleBus 他就是就有一点像是拼车这样子的概念 然后他就可能会循着他的路线去几个 地方点你就可以从那些他的停站点上车 然后他价格就很便宜 我记得的话就大概是68人民币 所以我觉得你也可以选择这种拼车这样子概念的一些 呃 机场来回的一些这样子的服务吧 那接下来呢就是也是一个挺多人问的一个问题 就是关于迪士尼乐园的 那我可能就可以分享一些关于迪士尼乐园的购票 跟他的一些注意事项吧 所以呃我自己呢就是其实蛮简单 我觉得迪士尼乐园的门票就蛮容易买到的 你透过可能你网上搜索一下就可能发现 那些KKD K6这些都有售卖 那你就蛮简单你就购买了 然后他你就可能把你的那个门票打印出来 或者是你就可能直接带电子的 你都能够在当场就是让他们去 scan你的那个QR Code 他们就会给你一张入门票就那么简单 然后另外呢就注意事项的话 就是之前呢我去的时候 他们还就是限制不能带食物入园的 不过最近呢我就有看到新闻就是说 在中国的这个就是上海的迪士尼乐园 已经就是废除了这个规则 所以基本上你就是可以带自己的一些食物入园 那当然你不能带那种味道比较重的好像榴莲这种 或者错头腹这些那当然是不能带 所以你就可能去参考一下他们的那个官网的一个资讯 他们就写说有什么能带有什么不能带之类的 那关于迪士尼乐园的这个快速通关 Fastpass的这部分呢 我们甚至没有用到啦 但是我可以可能大概分享一下它是怎么去使用的 就是可能首先你必须要下载那个上海迪士尼乐园的官方APP 就是它的APP 然后你下载之后呢 你入场的时候呢 那个工作人员就会给你一张那个 一张票 入门票吧 然后你就是用你的手机上了APP 去scan你的那个入门票的一个QR Code 那你就可能可以开始使用它的那个快速通关 你可以就是如果你是有几个朋友可能一起去的 那你就可能可以也使用他们的票 去帮忙他们一起去拿那个快速通关 然后是蛮方便的 那最后一题呢就是关于食物方面 我觉得上海的东西都很好吃自能 我就觉得就跟我们平时平常吃的一些中餐是差不多吧 然后我自己特别推荐就是生煎 然后小龙包还有汤包这几个东西 然后特别推荐的几家店呢就是小羊生煎 因为有些人就是觉得想生煎就是很商业化嘛 因为它就是很多就是连锁店的 有些人跟我说不是那么好吃 不过我自己觉得是非常好吃 坦白说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一家叫做家家汤包的 然后我就是在里面吃小龙包 我觉得那家店也是非常好吃 因为它就是有那个蟹黄 真的非常好吃 我觉得就很推荐这一家我自己的话 我会把它放在我的心目中的Top 1 就非常好吃 然后还有一家的话就是吃汤包 就比较相对比较大一点的小龙包吧 然后那个汤包 我吃的是在南京路上面的一家叫做泰康 那这样我就觉得其实还可以吧 不错啦我觉得如果你有去南京路的话 你可以选择吃那一家 那我觉得今天的影片大概就是到这里了 所以希望我分享的这些上海的旅游的一些Tips 希望能帮到你们 然后也希望你们去玩的时候玩的开心 因为我觉得就是一个好地方嘛 我也蛮期待自己就是下一次会再去上海旅游 因为我蛮想去苏州的 那除了关于这个旅游的部分呢 我感觉大家对我的这个用使用什么相机也是蛮有兴趣的 因为我都收到很多很多的一些询问 然后我是用什么相机的 然后是平时如何拍照的这一些相关的问题 那我下一集呢也打算就是做就是介绍一下我到底是使用什么相机 然后平常我会如何去操作这一类等等的一些介绍 所以如果你想要看的话 如果你对这个我的分享分享的这个主题有兴趣的 你就可能可以点赞在我的这个影片 然后有什么相关的问题 你也可以在影片底下就是留言 那我就会尽量去cover这些大家的一些疑问 然后希望你们也会喜欢 那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